好 各位早安 歡迎各位收聽今晚的節目 現在是晚上10點03分 在Track Room 我看到有 沙仁維亞哥SGL名彩的遊樂場 陳四漢凱人 昌瘟 滅絕絲太 珍珠 JermaineLive說 早晨各位早晨酵天 電話沒電 唯有聽錄音 拜拜 這樣的人都有 你明知道今晚就是我們酵天Live的直播時間 你也不充電電話 所以本節目在此予以強烈的譴責 我希望Jermaine好好考慮反省自己的人生 另外還有紅蓮華粉皮 Elon哥Jerry 還有Big John Week等等 即是我們的鐵膽聽眾 今晚首先公佈今晚有哪幾位是最先進來的 chat room 首先我到了很晚 即是我睡醒了 我才突然想起今天還沒出post 所以很遲才出 另外就是我出了post之後 我又不記得劇圖 我不知道走了去 因為我出了那個post之後 他還要隔一段時間 即是他那個 chat room 才會更新 那我是走了去 不知道看其他東西 看五月 那些海豚刑警 看了一大量 至少可能過了半個小時 我才記得 然後才回頭 我相信最先留言 那幾個留言 可能已經沒有了 不過 Anyway 這些都是命運 都是神的心意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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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按回 我自己cap 可以cap到那些 來作為今晚 頭五位的聽眾 定奪 第一位 熊連華 第二位 葉詠欣 第三位 jamchu 第四位 Rocky 第五位 李總叔叔 那粉皮 再次拿到第六位 他拿到第六位 厲害 根據我cap 可以cap 好像是這樣 OK 那就 但願 在接下來這個星期 上帝的恩典和聖靈的感應 就是 跟剛才提到 最先的那五位 聽眾常在 那粉皮 就是沒有粉 他就是 不需要大土 他不需要大土 OK 那就 恭喜 剛才 我們提到的 那幾位 聽眾 是吧 就說 熊連華 這個星期 拿到第一 真的很厲害 在checkroom 那裏 我都說的 又耶 那樣 好像很厲害 我本來都沒有準備 但是 剛才 我在checkroom 那裏 就看到 他說 熊連華 他說 今天 不知道會不會有封塵節目 全能神鬼故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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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OK 那 我想 真的是 聖靈感人 真是聖靈感人 神與他同在 他一提 我就突然覺得 我好像聽到有一個聖靈的呼喚 聽到有一個微風中的探飾 那樣 我真的感覺到 我應該說回一個全能神鬼故 所以就是應熊連華的呼籲 所以今晚就說回一個全能神鬼故 OK 這個還是在說湖北省的鬼故 OK 在 徐州市 有個姓萬的男人 他已經是七十多歲 在1998年 12月31日 即是那一年最後一天 他就接受了全能神的作供 即是他信了那個 東方閃電的福音 但是他信了全能神 即是他在那個教裡面 他是一個新丁 那麼他就放不下他的地位 可能他之前在他教會很高層 但是現在他做新丁 所以他就對 東方閃電的上帝的家 就是那一個群體 就是一些安排他很不滿 他就說我不是新丁 所以他就周圍跟人說 就說這些 這些宗教是人搞的 然後他背著全能神 即是背著東方閃電 他還在背後行一些邪述 來騙取人的信任 經常就是騙人 就是說神的靈降在我身上 只要喝過我喝的茶碗裡面的水 即是喝他的口水尾 病就可以得醫治了 這樣 他並且就經常打著上帝家的旗號 去騙錢 以及去勒索一些弟兄姊妹的錢財 就說只要你跟我 就有保障 叫人聽他說 侍奉他 所以 這個情況就是 東方閃電在另一間教會 就拉走了一些人 然後這個新的東方閃電的成員 也都拉走了東方閃電的一些人 去到1999年6月 即過了半年 這個姓慢的男人 終於被東方閃電 就踢了出來 這個人搞到 是被疑端踢出來 被疑端開罪 之後 他就 買了一雙襪 給那些跟他的人 每人一雙 他就說 將來大家進天國的時候 他就憑著那雙襪 去到認人 這樣 去到2000年的4月4日 清明節 那個姓慢的 就突然間覺得 口、眼、鼻 都在著火 好像 難過得 令他感覺到全身的血 就是向外衝 一樣 這些男人很忌 因為血的東西 是要聚在一起 不是在眼熱口鼻裡噴出來 所以 過了幾天之後 他就死了 他死的時候 他的胸部 變了紫色 而這個迷惑人的惡魔 就是這樣 被上帝剪除了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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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了 好 那這個就是 今個星期的全能神鬼股 也對 好像很多個星期 我都沒有說過全能神鬼股 都是已經 OK 好了 那 衛亞哥說 成功爭取全能神鬼股 那 那 這個 今個星期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題目 就是特別想說 我見到 我見到 有些新聞 就是 一些 聖工會 又說 整個教育部 就是他旗下的學校 又不知道怎樣 那些 但是我不是很有興趣 談論那些 那 有人問我才說 那個 主要 今個星期 就是第一個的題目 我就想說 James Dunn 就是他過了生 就是一個新藥學者 他死了 那通常就是有人死了 我就會說他 OK 那我覺得就是一個 good timing 那 他有一個出名的 一個很舊的 課程 但是有朵 還有就是 可以很簡單地 去介紹他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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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出名的學說 就是他 他提出的一些 東西 就是他 他 關於 保羅的神學 那個 保羅新冠 就是有些人 廣泛流傳說 保羅新冠 那個 term 是他 coin 新的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但是我相信 未必 應該他之前就應該有 但是 他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傳言 就是因為 他那個很出名的 lecture 就是叫做 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就是 他那篇文就是叫 保羅新冠 等一下可以 講一下 那篇文 簡單說幾話 我不可以說 一些細節 其實我也不是很熟悉 寶羅的事情 勉強說 OK 就可以說這個 另外 如果有聽眾想叫 你就可以在 Skype找我 OK 就是找 HowTinLive HwtinLive HwtinLive 你留言告訴我 你想叫 我稍後會叫你 OK 如果沒有Coin的話 我們就 去找一下 那個 那個叫做 信仰信箱 找一些信仰信箱 在那裡 答幾題 那裡 答幾題 就半個小時 OK OK 那就 看看一會怎樣 但是現在 我開始講 James Dunn之前 首先 我要播一首歌 因為那個魔鬼 他錄了一首歌 叫我播 我剛才聽過 我覺得 他有掌進 他的歌藝 他這陣子 他這陣子 可能時間多些 練過 我懷疑 或者他錄過很多次 我覺得 唱得OK 不是魔鬼叫你播 是魔鬼給我聽 聽完之後我就說 喂 醬喔 等我去烤天拉火 可以嗎 然後他說OK OK 好 好 在那裡播 所以 待會你聽到 那聲音 雖然他進步了很多 都已經不像魔鬼 但是那個就是魔鬼 鬼魔 鬼魔 那個是鬼魔 OK OK 好 現在我們先聽一首歌 我們聽完鬼魔 我另外再播一首我自己選的歌 OK 然後我們轉進去講 James Dunn 沒錯 Jerry說得對 全球首播 是啊 哈哈 這個聽Live才有得聽 真的 我不會放在Youtube 音樂的東西 因為Youtube對於音樂 是太過敏感 就是他亂攻擊人 所以還沒搞 對嗎 拼不過 OK 那我們現在先聽歌 我們有請鬼魔 好 歡迎各位繼續收聽今晚的節目 因為聽完鬼魔的魔音之後 大家都還在 肯定是很撐場的 OK 現在就好像剛才已經預告過 現在我們就是講James Dunn OK 我想 我不知道那些香港的人熟不熟 我想可能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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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 那個神學院 叫什麼 崇基 可能崇基那些人熟一點 因為那個 以前他們那個院長 現在不是那個叫什麼 盧龍光 盧龍光是他學生 以前 OK 但是James Dunn 是一個很出名的人 就是新約 那些 James Dunn 就是展示的樣子 大家看看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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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展示 這個 這個 OK 這個就是James Dunn 那個樣子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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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出名的 他那個層級是 Anti Wright Richard Hayes 馬克迪迪卡 就是 那一類 那一類 很頂級的 新約學者 就是他 那他 在六月尾的時候 他就過了新 那他那個時候 好像八十歲 八十幾歲 那樣 八十歲 好像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他就 他那些的研究 就 我想 我想 最多人 最多人認識他 可能就是他研究普羅 但是他也寫很多書 是講那個 Jesus studies 就是和耶穌有關的研究 也都有 又或者是和福音書有關的研究 那麼他也都 他比較晚期的時候 也有很多的研究 是講那個 基督教和猶太教的那種的 那種的連結 那種的連結 因為就是 早幾年 也有很多人去研究 就是那個基督教和那個 早期的猶太教 就是他們之間的一個關係 就是他們究竟是完全不同的 宗教 還是有 同一個根源 就是如果他們是後來 分開的時候 他們是相當早期的時候 就已經是分開 就是變成兩個 完全不同的宗教 就是發展到現在 當然是兩個不同的宗教 就是 你是基督徒 那你去崇拜的時候 你不會去猶太人會堂 或者猶太人也不會去教會崇拜 變成兩個完全不同的宗教 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 已經變成了 但是什麼時候發展到這樣 分開了呢 就是相當之早期 還是比我們想像中後期 就是他比較晚期的時候 他也有這些 研究 那就是有一些 新約學者 如果你是寫過書 講耶穌 你又寫過書 講寶羅 基本上差不多是包含了 差不多是包含了 整本新約 其實是 那他 他過了 過了新 那他 我想 他最出名就是 講那些 那些 寶羅的神學 以及那個 寶羅新觀 那他其中 就是有一篇 文章 就是 講那個 The New Perspective 就是講那個 寶羅新觀 今晚 我就想 summarize 那一篇 那篇 文章 就是他本來 是一個 lecture 就是1982年的 lecture 其實 如果是講寶羅新觀的話 其實在EP Sanders之前 有其他的學者 是講過一些類似的事情 但是 其實 主要都是在EP Sanders 他1977年 那一本 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就是之後 很多人 好像發現新大陸 就是 就是 覺得是 可以重新 整理過 重新 了解過 就是寶羅 和 猶太教 和 新約聖經 很多東西 就是 主要是 1977年 之後 其實 所以 這一個 lecture 1982年 就是 1977年之後 過了幾年 就是 就是 學者的世界 和你不同 就是 你在一般世界 就是 上 一個小時 就是 你看那個 蘋果凍新聞 你看到一些東西 那你立即就有反應了 就是 現在那些東西 但是在學者的世界 就不是 就是 有些東西推出了 隔一段時間 可能半年 一年 開始 就比較多 就是 在 conference 就是 那些學術會議 那裡 就是 很多的大 conference 就是 一年一次 就是 一年 就差不多 又或者 那些 book review 就開始 在那些 journal裡面 推出 很多那些 journal 都是 比較密些 可能三個月 有一期 其實都是隔很多個月 那些 其實 OK 他那本也是大書 所以 就是 所以 你在那個年份上 雖然 你覺得好像 他來七七年 好像隔了一段時間 一樣 都是 但是 那個 在那個學世界裡面 其實算是 一個比較 早期一些 的 一個 反應 OK 就是 當時 他就有這個 講師 在那個講師 裡面 他有 談論到 就是 那個 什麼是 寶羅新冠 有什麼 有什麼 這麼新 為什麼 有些事情 你會重新思考 那麼 他 頭的部分 會談到 講到這些 另外 在那篇文 比較後面 他就講他 自己 覺得 EPCenters 那本書裡面 有些他覺得 他談論到 不夠好的地方 他在那裡 就講 一些他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 當年 因為這個 這個 講師 如果你是 80年代 即1982年 這個講師 這個講師 距離 現在已經隔了 40年 40年裡面 我想我很多聽眾 都沒有40歲 OK 在40年 有很多事情發生 有很多不同的 研究出了 但是 他裡面 有很多元素 他從頭到尾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 這個雖然是40年前的 講師 但是 你看這篇文 其實你都大致知道 他一輩子 他對於 寶羅 或者寶羅神學 他的意見 其實就是 就在這篇這麼舊的文裡面 都已經是反映了 他 後來當然是有完善的地方 即是有變的地方 很多細節上面 但是整體來說 其實 他說的話 從頭到尾都是差不多的 其實是 所以 這篇文 我的意思是 這篇文 舊還舊 不是說舊到 就是 完全對 了解這個人 是沒有幫助 不是這樣 都依然是反映到 他 真實的看法 其實是 OK 那 那個 這個 James Dunn 我以前小時候 我讀書 當然是有 我初頭讀書的時候 我開始讀的時候 我major就是 New Testament 其實我初頭 開始讀書 未去讀書之前 我是想著 讀多些 舊約的 但是 後來我去到 我讀那間學校的時候 就 教新約的教授 教得好些 我覺得 很有趣 所以 我就 剃很多 新約的科目 差不多剃了 因為 以前我那間學校 它是 那些 那些 liberal university 就是 它是 會 有很多科目 是搞 liberal arts 還有 它是很想你 什麼科目都剃一下 所以 那時候 除了 biblical studies 之外 我還要讀 什麼 打羽毛球 我又要讀 geography 我有讀過 惡理 因為 你要讀一些 藝術的科目 藝術的科目 包括 music music 所有樂器 我都不懂 但是 我後來就留意到 其中有一科 其中一科 其中一科 是 學理 可能反而更容易 如果我花點時間 去背 去讀 東西 我當它是數學 當它是一個 language 這樣讀 都可以的 很記性 夠勤力 都可以 捱得過 所以 那時候 我有讀過學理 我已經完全忘記了 已經是 那時候 我是可以選擇很多不同的 有很多 Elective 所以 其實那時候 除了 那些 Bible 之外 理論上 我是可以 有空間 去讀很多 其他不同的科 如果我喜歡的話 當然 我是不喜歡 我是 死故故 我除了聖經之外 其他那些 讀得越少越好 所以那時候 很多Elective 我是不必要地 都是讀完 那些 讀完 聖經那些 科目 全部都是 所以 差不多 那間學校 有提供一些 Bible course 就是 我是讀完 這樣 那時候 Bachelors說 烤兄就是薄學 不是 剛才不是說 一讀完馬上 所以 那時候 所有新藥 那些科目 全部都讀完 那時候 其中有一科 就是 Pauline Theology 他寸法 寫得好像Pauline 那樣 但那個是Pauline Pauline Theology 即是 保羅神學 那時候 看那本 教科書 就是James Dunn 理論上 因為我讀過科 我有讀過 這本是教科書 但是 充滿恥辱 跟大家說 都有必要承認 那時候 這本書 我看了都不知道有沒有十分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提供那些 理論上 整個課程 就是看完那本書 但是這本書 是很大本的 它有多少頁 八百多頁 這本書 八百多頁 但是 八百多頁 也不是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 那時候 我都很記得 其實我不是很看得明白 這本書 因為 我個人 我是 我不知道 我不是很擅長 那些很abstract 就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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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的中文 我不知道怎樣翻譯 就是比較 比較 就是不是很實在 那些科目 我是會比較困難 就是 例如那時候讀那些科目 例如 如果讀那些原文 那些 我可以背 然後 我有些東西 我可以分析 就是那些字 在 就是我花點時間 去找書 去揭書 然後我看到 那些字 在哪裡 哪裡 什麼 Siblin Oracles 在 Second Enoch 在那些地方出現 然後 我花時間 逐段 去看完 In context 究竟 那些字 是怎樣解釋 然後 我就可以 有一個 有一個很 informed 的 discussion 去討論 一些東西 但是 這些 神學 這些 就是 比較困難 它也是一些 historical study 它也是 其實它也是 但是 它是一個人的 一個人的思想 的historical study 但是 這類型的 探討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比較困難 例如 我那時候 讀 耶穌 那些 Jesus studies 我覺得容易很多 我覺得 對我來說 很合理 寶羅 那些 從來都不合理 從來都不合理 所以 有些簡單的事情 我理解 我大概 知道 為何那些人 這樣說 我考試的時候 或者寫 paper 的時候 我可以假裝到 我好像 我懂的 但是 真的 從心體裡 知道 其實我真的 不太懂 所以 寶羅 從來 對我來說 都是很困難的 有時候 我跟那些 同學 同學 他們說 不是 寶羅 很容易 我覺得 新約聖經 最容易的 應該是寶羅 可能對某些人 也是 但對我 不是 對我 是很困難 剛才我找到成績表出來看 Pawline theology 我還拿了A 我那時候 等等 很厲害 你全部都A 有些B 有些B B加 B加那個 有很多A 真的 我share給大家看 是 這個 這個是 學士最後的兩年 學士最後的兩年 拿手機那些看不到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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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通常是男生對女生說的 很少是女生會這樣說的 什麼呀 那個 那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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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我們研究一下 有什麼B加那些 那些 那些 我B加那個 就是這個 Develop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是B加 這個 因為我以前讀的那間 是基督教學校 我讀學士碩士 所以 它有一個必修課 是全人類都要讀的 但是完全不幫助 是沒有用的 它就是Develop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就是講什麼 就是 其實它 其實它 甚至乎是 沒有 我不記得它有沒有Paper 那些 但是它那個Course 就不是說 有一班有個人教 而是 每個星期 它就找一些不同的人 有個Lecture 這樣 那 聽了個Lecture 就可以走了 就是好像聽了個Seminar 就是好像聽了那些 有些人的校外課程 有些 有些話題 那些 每個禮拜 然後就完 你看它的Credit也少一些 9個Credit 其他那些12個Credit 是嗎 怎麼9的 它少一些 我記得它好像不知 計算一個Credit 它是計算少一些 就是它的Value是低一點 但是它一定要讀的 就是我 就是 我便 求能期 低分 接著 這個 B- 我想是讀學史的人 最低分應該是這個 B- Introduction to Physical Geography 這個 Science 這個很明顯是被迫讀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還有一課 Math Calculus 應該都是低分 應該都是B- 一個類的 應該都是 是吧 我那時候還要讀英文 讀英文 也要 讀英文就死了 那時候 那時候英文還沒那麼好 我第一年就讀 那時候英文還沒那麼好 但是那時候考試 我就很高分 考那些Grammar 我高分過其他外國人 但是計算最多分就是寫Essay 就很低分 最後當然 Grammar那些也是寫的 你聰明那些 是 最後都過了 但是都是不高分 那時候 那時候 我 apply master 那時候 因為我在同一間學校那裏 升 事後 我的supervisor 跟我說 那時候他們看我的成績表 那時候有人指出 說 他沒什麼興趣的 那些科號要低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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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也好看得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吧 你就是這樣 但是 Pauline Theology 是A A對我來說 不是高的 我通常是A加的 知道嗎 Decis scrolls A加 Biblical Theology 我忘了 Current Issues in Biblical Theology A加我都不明白 怎樣可以拿的 A加 不是很容易 那人 那人是拿這些很容易 很欺人憎那些 那些 那些讀書 不是我喜歡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也是放棄了,隨便滾過就算了 所以那天Pawline theology我有一個OK的成績 但是我不是特別好 看過分理論上好像應該知道一些東西,但其實我是不是很懂的 李總說學伯拿一張HKDSE成績單出來 你啊?是不是你?李總你是不是在說你?我不知道 我們說回他那篇文 那篇文,OK? 那篇文,那篇文,那人試過其中有一篇文 因為我其中有一個阿sir 那篇文好像是新約,好像是New Testament theology 我不是很記得 那篇文呢 因為他的分子很難拿 那篇文是很難拿的,他好像弄到,人人的篇文是有少少不同的 但是他的科目就是,你 不知91至93分就是A- 然後97至100分就是A- 那你讀這些科目,好像是不可能的 怎麼可以拿到90多分,可能都預計了B 那後來呢,你一路差不多感覺到你大概幾分 就是有Mid Term那些 那經歷了整個過程之後呢,我就發覺我應該有A- 那誰知道那個成績表出的那個人就A- 然後我就去問他,我說,你好像計錯數了 我們好像計錯數了 他說,我應該,我沒有可能是A- 因為他,那時候我小時候,我又不聰明,很低B 他是想上課,下課,他下課才進去 就是另一班,他有很多學生在那裡 然後我就去問他,你好像計錯數了 成績表,我不對這樣 然後呢,他說,我正在上課 我等一下,不如來辦公室那裡聊 然後呢,我跟他說那個情況 就是說,我初樓買去那時候,他以為我投訴 太低分 太低分,誰知道是調轉 然後呢,他就說 他說,我就是因為,因為他要拉他 低分,他說,如果不低分 有一些同學就會失敗 那麼,他不想他們失敗 所以,我的分就變高了 但是,那次之後,我們就變得很朋友 然後,他... 因為我以前那個... 我的英文其實寫得不好 我照片也做得很差 就是一般... 因為以前我... 中小學的人呢,我是那些... 讀數學會高分一點的那些人 就是大部分... 華人那些男人也是啦 其實也是 但是,就是因為他... 自從那個科之後呢 他... 我讀他其他科,還有 他開始很瘋狂地改我的問題 我交了一篇文件,被他改成花了 我第一次需要上課去講,去presentation 亦都是他的科目,很容易很低分 事實上我第一次presentation也是不高分 但是他會給很多評論,他會真的教我 怎樣做對的事情,有時我要寫下一份paper 我拿上一份paper,我看著他的評論 他不可以再說同一件事,我真的有很大進步 所以我可以學到寫英文,我學到presentation 其實真的因為他,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先生 開始是因為A減變成A加外投訴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理論上,在那一刻你會覺得,哪有這麼傻的 蝕底 但是那一刻,還有那個人你也知道 剛開始讀神學,你當然是心裡火熱的 那個人又很誠實 但是最後,其實我是有很大的得益 就是那一次,是吧 他可能就是看到你這麼老實 或者其他人不會這樣 是啊 可能他就對你 我第一份工是他給的 我第一份工,就是我第一份有錢賺的工 因為他找我做,他找我做RA 就是我之前有六個影片,講那些Exile 就是那些,我提到其中一個講Exile 一個重要的書,是他編的 他叫James Scott 那本書就是找我做RA 幫他做那個,就是後面的 那些Bibiography和Index那些 就是最後有得益 最後有得益 所以通常我都是這樣 就是我 我會做一些好像很愚蠢的事情 是因為 其中一部分是因為有很多事情我不想犯 就是最簡單 就是我這樣好像是最正常 就是我這樣做了他 就是不考慮太多 還有另一個原因 也因為其實我是有得益的 就是我經驗是我曾經有得益過 實在 OK Anyway,講回這篇文 講回James Dunn這篇文 我提醒他 是因為 那一科 我上的那科 就是他教的 所以James Dunn 就是那個老師 就是他跟我講起 就是我第一次 但是 那科 其實他是一個好的老師 但是那科 我真的有點困難 就是了解了所有事情 了解了所有事情 OK 所以今天 present這些東西給你聽 那個人 其實他自己都承認 就是他都不是了解了 了解了那麼多 OK alright 那這篇文 是來自 原本 就是一個 一個lecture 就是叫做 Manson Memorial Lecture 就在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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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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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羅研究的情況,那些人覺得他這樣詳細是有幫助,有些方向 事後很多人不同意他方向的方向,但大家都感到他怎樣詳細那個Pawline Scholarship 我自己提供一些,我自己提供一些,我自己提供一些 我自己也要看著,他這篇文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說其實歷年以來都已經有很多人說過 寶羅,有無數的書,說過寶羅,說過羅馬書,說過加拉泰書那些 他說他自己這一陣子,當年他在寫著一個羅馬書的《色經書》的時候 他說有些朋友也直接跟他說,又來,又有羅馬《色經書》 他說是不同的,在他那個年代,他說他覺得 因為有一些在學術界裡面,有一些新的開發 他覺得有很多東西真的要重新看過 所以他這篇文在推介一個叫寶羅的新官 現在大家都聽過,不知道是什麼都聽過 你也聽過,你前陣子去張sir的課程 張sir和他的朋友叫誰? 他們經常說什麼東邪西毒 我忘記了 他就說他在這個年代,就是近年 他就說,在他的那個年代,就是近年 有很多的學者,就是有些很興奮的資料 包括他會在內說什麼 但是他不風一轉 他就說,但是在他心目中 那些有一些就是有少少的进步,有一些他就说其实是言过其实,其实是没料到,但是就吹到好像是一个大发言那样,其实都不是的,在他的心目中,包括他自己写的东西,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出名的学者, 他说,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就是他说唯一一个,就是唯一一个是令人有很多新想法的publication,就是他说,就只有only one work written,that deserves that accolade,就是他说,只有一个的朋友, 这些publication,就是真的令人有一个新思维,新想法,就是好像王城志那样,有一个新思维,唯一一个就是,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ok,他说,written by ep sanders of madmaster university in canada,就是这个,这个 madmaster university,不是就是我以前读书那里,就是也都是,就是那个,那个电脑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王伟雄,是不是,王伟雄,是吗,那个王伟雄,就是那个 madmaster university,根本没得读, 没得读,没得读,读圣经,没得读圣经的phd,what,他说,唯一一本书,在保罗研究,就是真的,就是make a difference的,就是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e.p sanders,当年他还在mcmaster university那里教书,ok,alright,那他说呢,那他,就是这一本书,就是他提倡一些什么的新东西,ok,那他,其实他本书呢,是有两部分的,头一半呢,因为他那本书呢,叫做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他那本书呢,就是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反转的,他就讲了,先讲了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然后呢, 然后呢,才讲保罗,那样,那他那本书呢,头一半呢,就是说,关于,就是保罗那段时期,那一个,的犹太教,是怎样的,ok,那他基本上呢,就是说呢, 因為現代基督教的信徒是很受改教徒 更正教徒 真教徒 他說他們是很受馬丁路德影響 而馬丁路德影響是因為他自己個人的經歷 他亦特別受羅馬書影響 所以那個狀況就是那些基督徒很受馬丁路德怎樣理解羅馬書影響 所以對某些人來說是把他們對於保羅的理解 即是他們對於馬丁路德的狀況 套入了他們了解保羅的印象裏 他們對於第一世紀的猶太教 其實他們對於第一世紀的猶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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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第16世紀的天主教 那些長寿田也是怎麼看 忍耐隨便吧 就是好像一些保羅 就被稱為馬丁路德 就是他們有一種戦 忍耐機會 他們有他們的敵人 就是他們關注的東西 而保羅和馬丁路德他們是好相似 当了保罗好像马丁路德这样的状况 同时他们的敌人也是 他也当了第一世纪的犹太教 当了好像是十六世纪的天主教 但是在历史上其实这些parallel是分开的 马丁路德是马丁路德,保罗是保罗 第一世纪的犹太教是第一世纪的犹太教 不是第十六世纪的天主教 所以完全是两回事 不能运为一谈 所以这本书 Porn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这本书是第一世纪的犹太教 因为他在EP Sanders 他指出第一世纪的犹太教 其实是什么样的 他们是不是真的像 第十六世纪的天主教 他們是不是真的有提倡 他們是不是真的 經常說 要教行為得救 是不是這樣呢 所以那本書第一部分 就是專門說這些 先看看 他說經過他的研究之後 他的研究了很多 他研究了很多 你看那本書也知道 他裡面是羅列很多 早期的 早期的 那些 猶太人的文獻 就是魏經 旁經 那些 他看過很多 那些 之後 他了解 那些猶太人怎麼說 他們的思想之後 他得出一個結論 他就說 如果你說 靠行為得救 來講那些猶太人 就是 人家不是這樣想的 其實是 人家不是這樣想的 他說 那些人是怎麼看 宗教這件事 就是在第一世紀的猶太人 現在不是說保羅 說猶太教 OK 他說第一世紀的猶太人 他們這樣想 以色列 和上帝之間的關係 是很基本的 是一個很基本的 是一個身份的問題 他們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東西 這是他們的 national identity 這是他們的 national identity 他們不是說一樣 他們需要做些什麼 然後我才是猶太人 對他們來說 不是這樣 他們是猶太人 他們就是上帝的子民 而他們是不需要做些什麼特別的事情 他們才是猶太人 他們出生就是猶太人 而他們出生就已經是上帝的子民 這是在聖經那裡 也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那些猶太人的律法 是用來做些什麼的呢 那些律法不是說 一些你要做了 然後你才成為猶太人 你是因為你是猶太人 所以你遵守那些律法 那些東西是相反的 首先你是猶太人 然後你才遵守那些律法 就不是說你要遵守那些律法 然後你才夠資格 你才可以賺取 一個成為上帝的子民的機會 你本身就已經是上帝的子民 所以你應該遵守那些律法 就是說他把這件事情 搞清楚 那些人是反過來看的 就不是我們這樣說的 就是說他把這件事情 反過來看 因為他在上帝 基本上 你就不應該說 他靠行為得救 他本身已經是上帝的子民 但是 所以這不是一個進入天國或者進入救恩的狀況 而那個律法是用來維持的 你本來就已經在那裏 你遵守那些律法就繼續留在那裏 當然如果你是滿身罪污 你殺人放火,人家可以踢你出來的 和上帝可以離棄你的 這樣就可以了 嚴格來說不是在進入天國或者進入救恩 不是進入一件事 而是一個維持的 你留在那裏 他說這個思想 在前期猶太教 他有提過 是有一兩個例外的表現 我記得是四周圍的那些 但是整體來說 早期猶太教的人是這樣想的 他們不是說一個靠行為得救的思想 那些人不是這樣想的 你說十六世紀那些天主教 他們可能是這樣想的 但是他說第一世紀的猶太教 那些猶太人 他們就不是這樣想的 所以就不要撈亂那些東西 把他們運為一坦 這個有一個terms 他就叫做covenantonomism 說得很誇張 名字好像很厲害 covenant就是聖約 Normous就是律法 Normous是希臘文 Normous是希臘文 Normous 他自己稱呼了這個terms 但基本上就是我剛才形容那種關係 這個就是他主張的一件事 他這件事 為什麼會 有什麼 特別呢 這件事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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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 我保證了一些東西 他現在好像 保證了 不過隨便 他為什麼會 說這件事 為什麼會令人好像很 很特別 就是因為呢 因為 就是你這個的前設不同了 那你對於保羅 他裏面說的話 有很多就是你要重新 由頭想過 因為之前你對於保羅 就是例如他怎樣看一些terms 例如 什麼 行律法 就是works of the law 或者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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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信清義 就是很多 很多 那些 很多時候那些 那些 神學家各方面 或者色經家那些 就是他怎樣了解那些東西 他就是透過 就是他 他當時 有一個對話的partner 而他對話 那些敵人 就是他不同意那些人 他們就在那裡倡議 靠行為得救 但是就是 現在 有這個研究 就是他告訴你 其實就是第一世紀 那些 的猶太人 他們不是這樣想的 那就是 是不是有很多事情 我們要重新 思考過呢 就是如果 這個前設 是 完全不同了 是完全 調轉了 是吧 所以就是 很多學者都同意 是 是 很多 很多事情 都不同了 就是由頭想過 他 他這本書特別的地方 就是 有 有 在右邊 他 他說 所以 他這本書 頭一半 很簡單地說 就是 就是 你 不要 再當第一世紀的猶太教 好像 十六世紀的天主教 去看他 我們要重新 當他是第一世紀的猶太教 如果你不知道第一世紀的猶太教 是怎樣想 就看回 那一段時期 那些事情 去了解 那一段的 時期 那些人的思想 那樣 他就告訴你 他研究過 他得出的結論 就是這樣 那些人 不是說 說 他們要 靠行為 去賺取救恩 那些人不是這樣想的 這就是他的 conclusion 很多人 也是同意的 但是 他那本書 很多人 就覺得 他頭那一本 就是excellent 哇 真的需要重新思考 但是 他去到後面 那一段 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很多人 就覺得 他講 保羅那部分 就沒有那麼有趣 就是覺得 因為 他是在說 那個 我們對於猶太教的前設 我們的了解不同了 所以我們要重新思考 保羅究竟在說什麼 他究竟反對什麼 他如何看猶太教 如何看他自己的宗教 他信 他那個耶穌教 和猶太教 有什麼分別 我們要重新思考 那些問題 但是那些人 就覺得 E.P. Sanders 就是講 講保羅那部分 就講得不好 OK 所以 這本書 那些人 就同意他一半 但是那一半都很重要 那一半都很重要 就是造成一個paradigm shift 那樣 就是很多東西要完全不同 OK 那 例如 James Dunn 他剛才就是James Dunn 怎樣解釋這一段 那James Dunn 跟著他就說 他說 我自己就覺得 我覺得 E.P. Sanders 那個 他 講的那個 保羅 他說 其實 比起 路德 Lufren Paul 即是 舊的保羅 即是原本 那個 Lufren Paul 即是他的 那個 term 舊保羅 跟E.P. Sanders 講的那個新保羅 他說 他不覺得好很多 即是他說他覺得 他覺得差不多 即是他說 甚至乎 有些 有些覺得 可能Lufren Paul 更好些 即是更多 所以他就覺得 E.P. Sanders 在這方面 講保羅那方面 他講得不好 即是他開了一條路 給人去研究 他裡面的 implication 是怎樣 但是他自己 去不了那個終點 即是他沒有 他沒有真的 present到一個 即是大家可以同意 覺得很 convincing的 一個保羅的新官 即是他只是告訴你 現在我們需要 有一個新觀點 去看保羅 但是當他自己 去講 我們應該怎樣 從一個新的角度 去看保羅 他那一部分 他就去不了 OK 所以呢 他這篇文 即是James Dunn 他裏面 還有提 其他學者 怎樣去 處理 即是怎樣去嘗試 即是在E.P. Sanders 的影響之下 去 即是有一些新的觀點 這樣 那麼 他說 以他看到 沒有什麼 是特別好的 所以 他說 現在就是一個時候 即是我們現在是一個 很對的時機 即是他覺得 現在是一個 必要 重新了解 保羅 但是沒有人 說到 很確切 這樣說到 應該怎樣去 做這件事 所以 他說現在就是一個 好的時機 即是一九 八幾年的時候 即是他就說 現在我們要做 這個研究 然後他就 拋出一些 他自己 的觀察 一些路向 他覺得 一個 新的觀點 去看保羅應該是怎樣 OK 那麼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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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短文來的 所以 他就從一節 的加拉太書那裡 就去 開始一個 討論 當然 你不可以 建構一個 神學觀 即是靠一節的聖經 但是 他用來做一個 例子 他看完那篇的經文之後 我不會 真的 跟你說那篇的經文 但是他的 conclusion 就是 他說 他看完那段 的經文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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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犹太人是要靠行为得救的,他不是在说那样东西 他说其中有一样东西,他看的经文有个名字叫做Works of the law 中文我记得好像是说行律法那样,他就是说Works of the law erga normal 他就不是说行律法,他是说一些很specific的律法 他在说例如拆桌,不是真的拆桌,割包皮,吃荒包那样 又或者是沙伯,安息日那类 他说那些不是一般的律法,那些是一个民族的identity的律法 那个葛礼不只是一样你要做的规矩,不是单纯一个规矩 那个是一个犹太人的Jewishness 那个犹太人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份的象征 那个是你拆桌的就是 你拆了桌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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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 你是守那个安息日的,你就是 一个以色列人 这个是一个以色列人的象征 他叫这些叫做National badges 就是一个招牌 跟他那个民族是有关的 印记象征 是一个印记,印记是一个很好的翻译 是一个记形 所以他说 所以保罗他反对那些works of the law 他不是说 反对那些人去行律法 所以从他的角度 其实行律法,中文的翻译也是不好的 因为不是说行不行律法的问题 他不是说反对人行律法 而是反对有些人去 就是去去 他是反对那些令到 令到犹太人和那些外邦人之间 出现一个更大红构的那些的律法 那些的律法 所以works of the law 不是说所有的律法 是说特别和民族性有关的 那几个特别的律法 因为从他的角度 耶稣的死 就是把犹太人和外邦人 拉在一起 就是他们应该是更加紧密的 但是如果你是说 就是经常说那些works of the law 就是你要做那些国礼 你要做那些 就是有一定程度排他性的 就是有一定程度是将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隔离 分开那些的律法 那他就不同意这一部分 就是这个 我不是说他一定是对的 但是这个就是 James Dunn一个很distinctive 就是他propose的一个说法 就是他如何理解works of the law 就是他如何理解national badges 就是这个词 就是如果你上网搜索James Dunn 然后搜索batch 就是应该可以搜索到很多东西 就是这个是他经常说的东西 OK 那看一下还有没有 我就有些什么nook 应该都差不多 因为他就是主张这个东西 其实是 OK 那他repeat 他说Paul在这里 不是说在骂 他不是在指责那些 骂人靠行为得救 靠外在外表得救 他说他不是在骂那样东西 OK 而是他在说一个种族的问题 就是他在说一些 会令到种族之间 有一个更加大红构的 就是那些的论法 就是那一部分 就是令到他有反应 就是在那个 在他的那些保罗书信里面 就是和人吵架 就是这个的部分 OK 那我差不多summarize 我差不多summarize OK 我刚才看其他人 谈论这些东西 他有一个挺好的summarize 他说 New perspective 的argument 就是将 我想不是所有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James Dunn 就是 他说就是将 原本 如果你说保罗神学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看 恩典 对 恩典 vs 那个 的 律法主义 就是两个的对抗 OK 他说不是 这个不是保罗神学的一个 讨论中心 他是说 universalism vs ethnic exclusiveness 就是一个 universalism 就是全宇宙 好像宇宙jam 那些 vs ethnic exclusiveness 就是 好像 犹太人独大 那些 他是说 种族的问题 比较多些 那些 就是 我刚才 present了的 就是James Dunn 他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 来到 现在 我不觉得 有哪一个 就是 用 Paul 和Palestinian Juliasm 那部分来说 现在的状况 是怎么样 Palestinian Juliasm 在当年 很多人都觉得 E.P. Sanders 讲得很有道理 有人不同意 都是 但是整体来说 很多人都觉得 他讲得很有道理 有很多事情 我们的确是要重新思考 所以 他那个 就是我们是有必要 有一个 有一个 new perspective 去看保罗 或者看新约 很多其他的部分 有很多人 一直以来 很多人都同意 久不久 会有人 不同意 就是什么时候 都会有 但是整体来说 很多人都觉得 在这方面 真的很有 insight 但是 保罗 那部分 从一开始 从一开始 那些学者 就不能够 同意到 究竟是怎么重新看保罗 我来到现在 有很多 不同 花款的 Pauline theology 有些 有些 比较 有些比较 出名 有些比较 popular 例如 Anti Wright James Dunn 那些 但是 我也不觉得 有哪个 是 很dominant 这是一个 consensus 其实也是 没有的 以我理解 其实也是没有的 很多人觉得 一个例子 很多香港人 可能属于Anti Wright 或者属于James Dunn 其实他们的观点 有很多东西 其实也不同 讲保罗的时候 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例如National Badges 很多人都不同意 很多人都不同意 因为很多人觉得 如果不合理 那你是在讲一部分的律法 但是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有很多地方 他 至少在字眼上 他似乎是在讲所有律法 不只是在讲撤桌 不只是在讲 那些National Badges 那些律法 很多人都在挑剔他 在这方面 不过 这个就是James Dunn 是一个很出名 很有影响力的 新药学者 现在我去洗一下鼻子 好痠 喝水 喝水 和听首歌 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晚的节目 现在已经是11点24分了 讲长了 讲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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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讲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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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书的东西 顺便 我沒有其他特別的題目,現在我考慮一下,大叔Tadio說我剛剛廣告聽到很餓,我今早就是吃了盈多露麵 今早就吃了,真的好吃到爆炸,我都不明白為什麼盈多露麵這麼好吃,我真的不知道 在這個時候多謝Patreon特約金鑽贊助,我想有些合適的事情,現在花時間做 多謝JimJim小梅子Alvin Phyllisyn KarlamsuElsaHungBB8 Sam ChanNikolasLaoBigTomRickyLee KarChengTamMChengWeargoLukeLeungSinnovanWong LuluKidJoyceCheng 冬仔MiraWittlerSGLC9Honey李俊榮樹蘭叔 John WickPhilipLam VincentTurtles00110 TakPanWongJoyceLeung Michael Lao和葉永恩 還有多謝Youtube特約贊助商 PtecLoTop72010 EstaLao李仲叔叔 Building ForceHoly Lao Kid Chung Weijia哥 Jason Zhang Kalvin Nelson Wong SGL 2020 Sam Donald Trump Philis Camel Kalvin Wong 陳四和NiceLouis 多謝各位 現在的時間好像不涼不淡 我也免得回答信仰信箱的問題 但是呢 如果呢 各位在那個 check room有些什麼想問我的話 現在都可以問 如果 沒有什麼特別的話 今晚節目就來到這裡 我們聽歌聽久一點 其實聽兩三隻 其實已經是十分鐘了 其實是 好 我會盡力 督促那個 有一個 夫人 她就是 錄一些 講聖經的影片 OK 咦 趁著我還沒刪除 趁著我的名單還沒刪除 一向都會有一些聽眾 就是 敦促我 就是說 今晚播過什麼歌 OK 我數一次給大家聽 OK 就有 TANK 的 Cup on 你的愛 DSPS的Catch Me Baby Come and Dive 大象體操的月落 還有Gestalt Girl的Dreamaholic OK 就是這麼多 OK 那 阿夫人 阿夫人她玩 打機打到熱了在我旁邊 因為她剛才在追那隻 追那隻叫做 GIGAS GIANT CLAM 那隻很大隻那隻蜆呢 她好像玩了很久才能捉到 哈哈哈哈 恭喜 恭喜阿夫人 OK 熱了 今晚 玩到熱了 好緊張 追了整個海 OK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我經常在這裏做節目 我覺得在這裏多層 但你平常在這裏打機你都沒事 我打機我不是說話 說話就要呼吸 那應該是你這個膜 之前沒有這個都有 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是很多層 很多層 那你不抹一下 我又感覺不到 到處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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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紅蓮華還有鬼魔那隻 鬼魔那隻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什麼是現在高登音樂台 叫什麼 什麼集 沒有名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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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你只是傳個email 你傳給我的email 就這樣有個subject line 就是寫著很瘋 不是我寫的 是他傳過來的時候那個subject來的 我forward給你的 哈哈哈哈 你別打算攻擊我 好心你就不要 那麼爛口 有人相信我會爛口 我經常都叫你 什麼啊 不是啊 我傳給你的那個是有個歌名 都說沒有啦 怎麼有啊 真是 問一下人都答到 漢凱人說 問天主教和基督教 現在還割不割包皮 有些包皮過場的就要割 那些就要割 那些就要 我又不會說一刀切 Figuratively speaking 我不會一刀切說沒有 是吧 有些人都有 是吧 你說夫人 夫人割席 夫人這些就真是一刀切割席 這些 什麼啊 我又 和什麼割席 你和那個email割席 你說不是你寫的 叫做什麼 愛雜不保留 鬼魔那首叫做愛雜不保留 是吧 是吧 鬼魔都很少開金口 是吧 你鼓勵他多些錄些歌 過來聽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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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一字好評 是吧 他都不會聽回 他不知道 我現在錄你說 哇 魔鬼的歌聲 我覺得是大有進步 我覺得他可以錄多些 拿過來播 我覺得 如果不是真的浪費了 知道嗎 今天聽眾很好評 整個小五月這樣 我覺得 他知道哪個五月嗎 大哥又不怕 好 今天晚上 鬼魔洗底 我們今晚節目來到這裡 我們現在聽歌 好嗎 我們先聽一下五月 我自己想聽 因為